在最近有美國資深女星出來爆料 說美國總統雷根 她跟外星人之間關係匪淺 我跟你講 這一位女星 只要是五年級的人都記得她 傻大姐 沙莉麥克林 她是真的一個非常非常 在螢幕上面很討喜的一個演員 今年已經78歲了 不過她在1983年 曾經因為親密關係這部電影 而得到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 OK 她最近語出驚人 她說什麼你知道嗎 她說我們當年雷根總統 跟外星人很麻吉 直語一出很麻吉是什麼意思呢 她說關係很好 關係很好 我跟你講 而且她這個話不是隨便亂講的 她說這個話是誰告她 是另外一個更老牌的明星 叫做什麼 叫做我愛露西裡面的Lucy 告訴她的說 其實雷根是一個非常會演說的演說家 而且她長得很帥 她以前是電影明星對不對 對 可是雷根為什麼會棄影而從政呢 大家知道1950年代 當時雷根總統是好萊塢 炙手可熱的明星 但是突然有一天 他跟夫人南希要去哪裡你知道 要去華盛頓參加party的時候 突然在洛杉磯要出發之前 在公路上面遇到一個飛碟 降到他們面前 然後外星人就走出來說 老哥 我看你這麼會講 不要演戲了 去從政吧 你從政一定會發光發熱 就不要演戲去從政了 也就是說 當時外星人就停在他們夫婦的面前 就講了這句話 結果雷根就真的 因為聽了外星人的話 而跑去從政 而且沙利麥克林還不只講這個 他說其實跟外星人接觸更多的美國總統 其實是艾森豪 讓博士來告訴我們這一段 美國總統居然跟外星人有所接觸 如果美國總統跟外星人都有接觸的話 那豈不是能夠左右世界嗎 博士 是的 剛才華幹講的這一段 我無法證實 我看來賓沒有人笑 我是真想笑 因為我是第一次聽到 不過可以證實的就是 美國的歷代 有一些總統的確跟外星人有接觸 我們先看看雷根 這是雷根當總統在位的時候 他曾經發表一個言論 他說如果有來自外太空的群內的話 美蘇兩個要聯合起來 共同維護整個世界的安全 這就證明說他承認了外星人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言論 就是說他跟外星人談判的各種 有輸有贏 比較湊湊感的是發表這個言論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些 美國總統跟外星人接觸的 這些這些資訊出來 是因為一九七四年 美國通過通過的資訊 自由化法案之後 就有一些檔案就解密 那有一些檔案就從軍方的資料 就慢慢流露出來 就大家就集了這些 屬像這本是一九七年代 我參加的全世界最大的 飛碟學會所寫的 你看他裡面有寫 UFO AMZ12跟美國政府 副標題來講說 美國裡面有提到飛碟墜毀的事件 那另外這本是日本的半官方機構 所收集的國際的UFO的公文書列 極大層這是第二 還有一還有三四五六 很多證明說這些資訊 直接來公布 那美國之所以會跟外星人合作的話 是導源於知名的一九四七年 劉沙爾墜毀之後 劉沙爾墜毀之後 美國當時的總統杜努門 就開始思考 怎麼樣跟外星人 有一個聯絡的窗口 他就開始成立了一個 所謂MZ12 MZ12 MZ12就是有十二個人 有十二個人共同指使 美國總統 然後共同來討論一些跟外星人對殼 怎麼樣跟他合作的事情 這些人包括軍事家 包括政治家 包括物語學家 化學家 生物學家之外 他的周圍的組織 還有一些企業家 比如說洛克黑洛 那大家想說洛克黑洛 就是有錢人 其實洛克黑洛就是共濟會的成員 共濟會跟我們紅美一樣 共濟會 他不是黑道 是一個祕密社團 那這個共濟會 就是外星人成立的 他那個左右影響整個美國的 所有的政治經濟 所以經濟學上有一個叫做 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 你憑什麼美金跟臺幣 那個匯率水定的 歐元剛成立的水定的 後面有一個幕後的黑手 就是從一九四七年飛鐵罪惡之後 杜魯元總統開始策劃這個MJ12 然後在一九五二年 整個組織就確定 就後來就交給艾森濤總統 交給艾森濤總統 艾森濤總統就一直思考說 要不要跟外星人聯絡 結果就在一九五四年 他失蹤了十八個鐘頭 根據紀錄他說他去看牙醫 可是白宮發布的看牙醫 一直沒有得到證實 到今天還沒有得到證實 那我們得到的消息是 跑去跟外星人見面 然後簽了一個密約 簽了一個密約 我們稱之為第六密約 因為後來又增加了幾條 只要就是說 如果有人發現說 每個人跟外星人有互相聯絡 要一概否認 跟不可不可 missing possible一樣 不可能認同一樣 你要一切被抓到 就一切活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美國不能夠 干涉外星人在地球上的任何活動 第三個美國不能 這個這些外星人除了美國之外 不能夠再跟其他的國家來定密約 那其實這一群外星人是所有外星人中的 一部分而已 就是長得像這樣子 叫做GRAIS 後來有跟蘇聯簽約的是 另外一群外星人 所以這一群外星人就有遵照合約 沒有再跟別的國家來簽約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說 美國跟外星人有祭祀的來往 外星人要提供一些祭祀給美國 然後美國不能夠衰弱有外星人存在的機密 那最後一個說美國政府可以提供人或是動物給他做生理實驗跟遺傳實驗 條件是人不能殺害 但是牛馬鈴可以殺害 這就是為什麼外星人綁架地球的人沒有被殺害了 病害被治好 但是牛羊被抓上去的變成內殺 整個內臟被割光 然後被整個核核摔下來 所以才因為根據這個密約 後來這個密約有經過幾次的修改 幾次再加上跟外星人成立一個ALEAN五十一 五十一區共同研究一些高科技 所以美國能夠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迅速馬上變成一個科技大國 跟這個有關 然後又後來又在紐約的長島成立 蒙特克計畫 蒙特克計畫以前沒有外星人加入 但是後來外星人的研究加入之後 就延續蒙特克計畫 變成今天的遺傳工程 跑出很多怪獸 所以整個故事連起來就是史州擁著 就是艾森郎當時的MZ12跟外星人的密約 所以一直演變到今天 可以說美國掌控了整個外星人的高科技的機密 所以他一直把他當作國防機密 雖然一九七四年的資訊自由化法案 強迫美國政府一段時間要解密 但是美國政府還是有限度的 大部分都沒有解密 但是這幾年來 我們所得到的資料就是 有一些管道慢慢慢慢已經拿出來 我想這個資訊更加公開 因為有的電腦科技發達之後 資訊更加公開 就是美國跟總統跟外星人 其實有接觸 美國總統跟外星人有接觸 姜博士把他仔細的講了一遍 而且都是美國總統跟外星人接觸 但外星人送給俄羅斯一個很大的禮物 什麼樣的大禮物呢 韓兵 是這個是最近就是俄羅斯人 終於公佈了這個剖皮蓋這個礦 這個運石坑 這個運石坑本來 運石坑沒有什麼稀奇嘛 可是這運石坑第一個它非常大 大家看這樣子好像很小 其實它一百公里那麼寬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運石坑 這個是三千五百萬年前 一個小行星撞過來 造成的結果 那當時可能也引起了很大的生態浩劫 那問題是現在俄國人其實七零年代就發現這個運石坑 然後他們進去裡頭探勘之後發現裡頭居然有 運藏了塑造克拉的鑽石 塑造這麼多 對是目前我們全部整個地球上人類已知藏 運藏量的十倍 這個非常可怕是不是 俄羅斯人估計只要有這個運石坑 未來三千年人類對鑽石的需求 他們全部都可以供應了 就光靠這個 光靠這個坑 光靠這個運石坑就可以 那我們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鑽石哪裡不長 為什麼就光長在這個運石坑上 難道是外星人特別送過來了 還是說本來就是一顆宇宙大鑽石砸到地球來 然後碎成很多小鑽石嗎 其實當然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鑽石是什麼東西產生的 其實就是碳經過高溫高壓 高溫高壓 對 就變成鑽石 那很簡單 因為運石在衝向地面的時候 它的速度是高達每秒11 甚至74公里 這麼高大的 這麼強大的速度 那以這種速度撞下來的話 那當然它就會在地面上產生高溫高壓 對 撞幾點就是高 下來的時候是高溫 撞幾點就是高壓 對 而且剛好運氣也不錯 它剛好撞到礦脈上 就是那個碳的礦脈上 所以就在這種情況下 等於是自然形成了一個超大型的鑽石 鑽石礦坑 那它這樣形成之後呢 現在我們來比較一下 它對整個地球鑽石礦坑 對鑽石產業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你知道 以前全世界最大的鑽石礦坑 也是在俄羅斯 俄羅斯真是好命的很 對 它以前這個叫做米爾內礦場 它當時是估計含量十億克拉這麼高 那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鑽石礦坑 然後它五零年代開始生產 它這大概差不多半個世紀來 它差不多生產的估計一百價值一百七十億美元的鑽石 這是讓俄羅斯人鑽翻了 可是它在十一年前開始封閉停住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礦坑本身也有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 它這個礦坑 它這長有一千六百公尺 那你又很深 所以你直升機如果經過的話 很容易就產生那種亂流 它運氣不好就會摘下去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那個地方非常非常的冷 它常常會冷到設施零下五十度 那你冷到這種程度 第一個 你所有工作用那些潤滑劑什麼全部都凍結 第二個你就算是鋼鐵做的東西 到那邊的時候可能變得跟玻璃一樣一敲就破 所以那個是非常危險的地方 所以後來在十一年前它就因為這樣停住 可是現在大家想想看 這個才不過十億克拉 那個是塑造 塑造 現在剛剛我們講那破皮蓋的運時坑 它有塑造克拉的運藏量 它等於是它好幾百倍 那將來等於說 第一個如果俄羅斯人現在就把 讓它大量流通的話 恐怕整個世界的鑽石價格都會大跌了 那俄羅斯人當然也不會這麼笨 它一定是慢慢去用 慢慢賣 我看這個俄羅斯人大概後代子孫 就靠這個礦坑就可以過活 這麼大一個礦坑送了這麼多的鑽石進來 幽浮在這個時候不是出現在俄羅斯 是跑到了中南美洲的智利 智利出現幽浮了 茗玉 是 我們常常講說飛碟 飛碟 飛碟出現在我們的上空 但是你有看過在飛碟是以雲彩的形式 來呈現的嗎 那我們先帶你來看看 你看到現在這個是在智利的天空裡面 你看這個雲的樣子是不是真的很像飛碟的形狀 它就像那個碟子 那個大大的這個樣子 所以呢 有很多人就是說 第一次來到這個山區的時候呢 就抬頭一看的話就哇 是不是真的飛碟入侵啦 因為它這個雲的行程常常是在這個高海拔的地區 所以呢 一般人如果你要看到這個雲還不太容易 你要跑到這個地方才看得到 那我們除了看到說這個雲呢 它是出現在智利的智利的這個上空 它長得真的很像UFO 但是事實上呢 真的在智利也出現了 類似的這個不明飛行物體喔 怎麼說 它是在今年的三月份喔 在智利是舉辦了一個特技飛行比賽 然後當時呢 就我們大家都很多民眾就在那邊看嘛 看很多這個特技飛行表演啊 大家看得很開心 結果沒想到呢 就有一個人赫然發現喔 在那個智利的這個飛行上空 竟然出現了一個不明飛行物體 是一個小點點 然後它動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就像我們畫面上這個樣子 它非常的快 然後那個還要花很 還要花一番功夫 才能捕捉到它的這個樣子 後來是一名工程師他警覺到了 怎麼會有一個這個點點飛得比這個飛機啊 比這個戰鬥機還要來得快 然後就趕快通知這個政府 後來政府呢 他就有個專責的機構來進行研究 然後後來呢 這個機構呢 就出了一個報告 他就說呢 這個 他就花了這個七段不同的影片 不是只有一個人單一的影片喔 他是前前後後拼湊出了七段不同的影片呢 然後找到了這個不明飛行物體 然後是證明說 他並不是這個鏡頭上的一個灰塵 或是什麼小蚊子飛過去 是確實有這樣子的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出現 然後這個報告 還有一個更驚人的數據喔 他說他的速度 飛行速度有多快呢 竟然是高達每小時六千四百公里耶 六千四百公里 每小時 這是非常一個驚人的一個數據 那可能觀眾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印象 那我跟觀眾解釋一下 如果說你赤道長四萬公里來計算的話呢 你這個六千四百公里的那個時速喔 你只要花六個小時就可以繞行地球一週囉 所以你就知道他速度非常的快 好 那就有網友呢 但是也有網友就覺得說 他不認為是有這個飛行物體出現嘛 他就來提出這個質疑 他就說呢 好 你這個不明飛行物體 你速度這麼快 他說是音速的五倍耶 那證明說像這個超音速這個戰鬥機 應該會有產生音爆的現象啊 好 那你這個不明飛行物體 為什麼沒有產生音爆的現象呢 對不對 這是網友提出一個最大的質疑喔 也因此呢 他就會覺得說 這個呢 可能真的是像是什麼蚊子飛過去啦 而且同時他也沒有降落啊 對不對 那你雖然不明飛行物體 你有飛類的一天 你總是會降落嘛 那所以他們還是覺得說 這個是還是有待觀察 他們不覺得 有的人真的是不覺得 但是究竟是什麼東西 也沒有人能夠提出真正的解釋啊 嗯 明譽講到這個部分 我就要問一下姜博士喔 你剛剛看了那個的影像 你覺得那是真的嗎 真的是幽浮嗎 我認為可靠性相當高 剛才明譽講的有網友踢爆 其實他們換了一個最大的錯誤 他用今天人類所製造的飛行器的 所有的原理來解釋 那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所得到的飛鐵的飛行原理相當多 利用反重力 利用磁力 利用地球沒有的元素 然後他在外太空的話是經過時光隧道 我們是以前講過太陽星星旋轉門 類似這樣的來跑 然後在地面上就可能跟人類的所開發的飛行器 完全不一樣 我給各位看一個 剛才明譽講的類似 這是華國政府所公佈的 官方公佈的 這是華國官方公佈的 這個也是上面有一個飛鐵 那個這個飛鐵有影片 他是來來回回 你根本眼閃來閃進 閃來閃去 可靠性相當高 但所以在目前上面來說的話 在外太空的飛行物體 到了地球上來說 在地球的大氣層內 不會有音爆的現象嗎 它不會有音爆 因為它的原理跟今天 人造飛行器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當我們要進一步了解 整個飛鐵飛雄的動力學 你才有資格去評論 為什麼我們要引爆 那這是另外一個非常深奧的話題 所以可以注意到 在這智力上空 出現了不明的飛行物體 但在海底下呢 其實海底下的世界 真的是很漂亮 有多漂亮呢 鍾伯 有攝影師 他在北極的冰蓋下面 然後就拍到一張非常罕見的照片 你看 這像不像是在一種奇幻的 異次元世界 如果剛剛我們的話題 講到外星人的話 這個可能已經有一種外星的色彩了 因為你看 它是綠色的 你知道為什麼會拍到這樣的畫面 那是因為北極光 穿過了冰層 冰海 冰蓋之後 在海底下就會出現這樣一個 美麗的景象 不過觀眾朋友 很可惜 雖然這麼漂亮的景象 已經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了 但你可能再也看不到幾次了 為什麼 立剛 我跟你講 四年之內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英國康喬大學 有一個教授叫做沃德姆斯 他研究四年之內以後 你在夏天就看不到冰蓋冰海了 也就是說你夏天你跑到北極去 那周遭的海域就是 都是融化的冰 夏天因為地球升溫 溫勢效應 結果地球的整個冰蓋部分 在北極部分的冰冒都開始分解 我想這對大自然造成的傷害很恐怖 這以前我們都提過了 海水上升等等 所以現在科學家不是在研究嗎 怎麼樣 為了要保留我們這些世界上的奇景 為了要能夠讓我們的生態平衡 不要再排放那麼多二氧化碳了 甚至比方說要讓什麼 太陽光反射到太空 或者是什麼讓冰山蓋上毛毯 還有可能也許我們可以做什麼 在海裡面多生出一些礦物質 那礦物質來吸收這些熱能 但是我跟各位講 你知道這個北極 如果一旦出現這樣的現象 一定是生物先滅絕 我們不是講北極熊嗎 還有一種生物 可能是你比較沒聽過也沒見過的 叫做獨角精 獨角精 顧名思義獨角精就是 這個精上面它有一根獨角 這個獨角精很特別 它是只有公的獨角精 才會有那根角 母的不會 但是大家就說那到底是什麼角 其實那不是角 那是它的牙齒 就是它的門牙太長了 牙齒 它的門牙太長了 所以刺出了它的頭部 然後就有這根獨角精 而這根獨角 它是具有球友跟戰地盤的作用 那我跟妳講為什麼 北極的冰海融化 會造成獨角精的滅絕 因為你知道獨角精 它在春天的時候 它們大概二三十隻 就像照片中妳所看到 二三十隻就會開始群聚 然後開始什麼 遷徙並且密實 而且它們很厲害 它們很會在冰裡面鑽 因為它們要鑽身上來呼吸 你有沒有看到它們身上來呼吸 可是冰不是蓋它上面嗎 它怎麼找到空隙 它就是可以找到空隙 它就有辦法有洞就鑽 就是到現在科學家 都沒有辦法能夠查出原因來的 可是你看 現在如果冰海通通融化 那是不是它也不用鑽了 對 聽起來好像是個好消息 它就直接上來呼吸 就不會溺死了對不對 不 因為它很溫和 它有一個天敵叫做虎鯨 就是也是鯨魚 還有就是北極熊 沒有冰的一個所謂的遮掩 以後北極熊跟虎鯨 要攻擊它要吃它 不就很容易了嗎 那它是不是會滅絕 所以這可能會是因為冰海消失 而第一個殘遭滅絕的生物 而且還有另外一點 就加上因為北極的水溫的下降之下 比較深海的一些浮游生物 它主要食物的來源的部分也減少了 所以也變成了這種鯨魚在這北極當中 就會生存方面就會遭受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存在了 但是最主要在北極部分出了問題了 那我們要問一下江博士 北極在整個生態上面來說的變化來說 在這幾年是不是變化的幅度 非常的快 那個地球整個溫暖化之後 有人在質疑說是影響整個生態 不過我們的研究證明說 地球的溫暖化是一個暫時性的現象 長眼來講的話 地球反而是進入另外一個變化期 所以你看整個生態化中變化 水溫變暖 現在連日本以前在北海道的帝王穴 比基亞都找得到 那你絕對想像不到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這樣一來 因為水溫上升了 有些魚群反而往比較高緯度方向在移動 那立剛也能夠研究環保 你也非常清楚 這樣子一去的話 整個生態的食物鏈 整個平衡就開始亂了 那平衡破壞掉要恢復下一個平衡 可能要另外一個幾千萬年 就好像我們的山一樣 為什麼會有土石流 那是幾千萬年 水從山上流到底下有一個水路 人家就建立了幾千萬年 你人家把它破壞掉 那中間要中間平衡被破壞 達到下一個平衡 就要另外幾千萬年 中間就有土石流 生態一樣 北極的環境被破壞掉 為什麼會出現這奇奇怪怪的 然後很多生物 不但該有的沒有 不該有的跑出來 就是因為生態色套破壞 所以整個環環相克的食物鏈 不但是北極色套破壞 那第二個原因 我們所了解的 北極是一個非常神秘的地方 最近的北極 我們前面也談過很多處 對不對 蘇聯在北極有灰鐵基地 然後最近又直接 我們的研究灰鐵又發現 北極底下其實帶有文章 冰帽底下 對 帶有文章 那隨著整個地球的溫室效應 跟整個資訊自由化 反而掩蓋在底下的東西 開始出現出來了 對 馬上慢慢你會發現 其實神秘的身材一直跑出來 所以今後北極跟南極 題目有得談 而且材料非常地多 不僅僅是從環環的生態的角度來看 從神秘學的角度來看 北極真的是值得討論 南極也一樣 所以整個地球 真的是不夠熱鬧 然後我們講的 或者好不好 北極就知道 北極